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南京的第二天 我今天就来到牛首山的地方 牛首山有什么特色呢? 山上有个佛顶宫 是供奉佛顶骨舍利 上来佛顶宫 幸好可以乘坐电梯 不单单只要上楼梯 因为在佛顶塔下面的门口 到上塔的底下 足足有600米高 上到这里基本上是扯了气 因为电梯和楼梯加上 都是以行楼梯为主 身后那座塔 一先看下去 以为它在山顶上 不是很高 上塔的平台是十分之高 十分之高 估计也有几十层楼梯 上塔的平台 身后也是一个观景台的地方 也不算观景台是一个旁边的地方 身后就是南京城的存博 我们现在这里所住的地方 属于江陵区 对面应该是秦淮区 通常是南京的市中心 在塔后面就是我们今次的目的地 佛顶宫 走近一点看看 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建筑物 就是一个滑通了座山起的地方 在佛顶宫前面 那里还有一个水池 水池有神分之清 可以看到佛顶宫的导影 基本上是可以对半分的 上面是这样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后面的佛顶宫的建筑方式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佛教建筑 是有很大的差别 是有些像印度那方面 其实这个很正常 因为佛教本来就是和印度 价有千丝万留的关系 其实在敦王的壁画里面 特别是早期北米那方面的壁画 看到那些飞天公仔 也是带有很浓厚的印度色彩 各位有机会的可以去敦王那里看看 这边是在佛顶宫内 刚刚才说到印度风格的建筑 还有敦王那里印度风格的飞天公仔 现在在佛顶宫内 正殿的门口 也算是小的门口 上面都是有飞天公仔的浮雕 而且还是早期那种很传统的印度方面的风格 现在就进了这个宫殿的走廊 是不是显得后面很漂亮 我只是不断地说这几个字 里面的风格完全感觉不到 这里是中国的 接着我就要进去这个最美最美的地方 在这里里面显得相当的魔幻 这个顶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个很奇特的造型 其实里面是一个扭胸的设计 因为是菩提树 中间就是佛祖 因为按照佛教故事 佛祖就是在这些树下成佛 现在我就穿了这个鞋套 等一下就准备进去这个 供奉佛顶骨舌里的地方 看到那些鞋套的颜色 包着这些鞋 加上我对鞋是白色 像不像和尚那里穿的鞋 好紧张啊 接着一开门就是了 是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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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在这个千佛殿 那里 殿的中间就是供奉佛骨舌里的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 我实在太尊重了 这里显得很静 我说话都是要小声一点的 在这里呢 我就大概这样拍一拍 不经见到这么多 满天的佛 佛陀在这里 都不是很敢去拍的 刚刚呢 就在这个千佛殿那里 上回来 这个第四层平台 这里 整个佛顶公这里 就基本上是看了一圈的了 最下面那里 其实是没有这个佛顶骨舌里 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只可以有上一级别的高增才可以去看 现在我就去了这个仪和路 其实仪和路上次是来过一次的 这里就是以前民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住宅 这个区域其实也挺大的 上次过来这里 其实是下雨的 显得比较冷清 不过其实就算是家镇那里 这里也显得比较安静 因为这里很多的住宅 都已经是没有人在这里住的 这里难得有一个小圆 是开了的 我也带过去看看 不过好像里面 都不是很欢迎那些山寶人 我身后面就是南京的一座城墙 叫中华门 南京的一座城墙 是比较近的夫子庙一带 在夫子庙后面 在市中心过来也是常算方便 过城墙后面就是南京的老街区 现在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商业点 现在正在走在老门东那里 今晚真的不多 可能今晚天气比较冷 上一次来这里天气没那么冷 是几多人在这里玩啊 吃啊 散步啊 之类的 好了 现在就回到酒店了 讲一讲 今天的总结一下 今天去了哪里玩 今天最主要就是去 牛首山的佛顶公 这个佛顶公呢 其实是一个 也是说过 一个比较新的景点 主要是佛顶骨的 舍离的参观 里面那些 就是那座佛顶公 是挺漂亮的 一个 印度式的建筑风格 在国内 其实很少地方 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然后去完这个佛顶公呢 就直接去了 那个叫做 儿和路 就是以前 民国公管区 就是民国那时的高官啊 那些名人那些公管区 兜了一圈 其实我已经去第二次了 第一次呢 是朝早过去 那时是下雨 下雨应该是 又是冬啊 那就显得比较萧条 其实我发现 就算你是日光日白过去 那里都是 因为那里的屋 真正正正是 有人住的 有翻修过的 有保养好的 其实不算多 然后晚上就 去了中华门那里 中华门后边呢 就是那个老门东 其实应该叫做门东 主要就是城墙的 东面里面的一个 叫做生活区 旧的生活区 旧的杂史 其实以前那些 就是城墙 以前中国呢 就是城墙外边 就是一条 湖城河 湖城河那里 外面就是属于郊区 跟着城墙内面 才是生活区 那样 所以那里的生活区 是门的东面里面的生活区 所以叫门东 是比较有趣 今晚呢 其实真的没什么 去那里 因为怎样呢 他的城墙 对着 那个老门东那边 那条路那里呢 他不知道哪个 可能在那个 主办方 又或者那个 媒管理那边 在那个城墙那里 搞个头影上去 很大声很大声 播了个音响 搞到你都没什么 心机去看 明天呢 就是去多次中山灵 去第二次中山灵 跟着再去多一次 总统府慢慢地去看 因为上次其实 都是有点急 总统府是 个人比较喜欢 总统府去看一下 毕竟是一段历史 好了 今天的 就大概是这样 上下 这个南京的第二集 多谢大家的收看先 今次就是这样 拜拜